我们是台湾龙舟队 这一刻我们一起上场 在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个想法 相信自己相信队友全力以赴 从起点滑到最后的终点就是努力的滑努力的滑 就算暴掉了还是要想办法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因为没有到终点不能停 像我们现在国际赛比的这些跟国内的民主运动的方式 它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用夺标 我们是重现它动物也是有夺标斗形的游泳 有夺标少的 基本上地均运动就是在拼成绩的 端午节的传统龙舟它比较多是民俗活动 那它当然花费的时间还有它的取向会比较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成绩也一直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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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龙舟这个领域之后才知道 因为它不是只是一起滑这件事情而已 大家的心是要细在一起的 大家的目标要有一致 然后训练也是要共同的一起来训练 比赛也是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教练要去做一个观察 对 有好的观察才有办法做好的训练 这阵子我们训练都很辛苦 那我们的成绩也一直在突破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喊个声 一二三 台湾 加油 我们教授就是去控制整艘船那些招 对 它就是类似一种带头去发号口令 我会讲一大声说 我等一下我要出事 我要准备冲冲冲冲 太累了 在滑的时候已经很累了 大概就简洁有力了 必须要跟好前面的 然后让后面也好 跟这艘船可以达到一致性 假如说我坐在中间 我没有跟好前面的 前面的节奏跟我的节奏不对 那我后面的就会被我影响到 整艘船它就会被影响到 它的船速就上不去 它就会卡住 最大的成就感 赢得这团队的一个信任 这个运动就是蛮信任 信任队友的一个运动 因为不可能够打算 我觉得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因为是跟大家一起划一艘船 在训练的时候 大家会一起很累一起很累 然后大家想要偷懒的时候 大家就一起想要偷懒 对 但是大部分都是我们都是很用很认真啊 都是很认真 当然都很喘很累 然后当然还是会讲一些垃圾话 那我们在船上 我们也不能就直接放掉不滑 这样 那我们就只能说互相喊话 加油 再撑一趟 再撑一趟 快到了快到了这样子 我们这一次其实有个目标 就是希望在亚运会一样可以获得奖牌 能够夺什么牌 就是看我们努力的状况 不要有太多压力 但是我们要很努力 对很好 再把它保持住 最后一段了 加油 因为我们必须要拿的是 别人拿不到的成就 别人拿不到的成绩 所以我们会过得比别人更不一样的日子 会比别人过得更痛苦 如果你过得比别人轻松 那我们就不会拿到我们想要的成就 训练的过程就是把它全力以赴 比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全力以赴去比 问心无愧 这样就好了 就努力吧 这一刻 我们一起上场 我们是 台湾龙兽队 杭州亚运 请为我们加油 也为台湾拳手加油 开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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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球 会 精彩 点